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期发现及时的干预 让孩子注意休息 避免剧烈的运动 大部分孩子的心肌没升高是可以痊愈的 但是如果在病毒性疾病感染之后 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上的不好 频繁的失睡 这时候家长就要十分的警惕 如果再伴有乏力 心慌 胸闷 胸痛这一类的症状 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就医 给予一些营养心肌的药物